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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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台风 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 它的暴风圈目前已经逐渐的进入了我们在台湾东北部 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北部海面 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这几个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预计在明天这个台风它会来到台北 东北东方的近海 这个时候它的暴风圈还是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近海 而且在台风的外围环流 其实对陆地上面也造成了天气上面的影响 其中在新北市的乌来 已经有超过360毫米的累积雨量出现 另外在桃园也有超过200毫米的累积雨量 在台中南头山区以及北部地区 其实降雨量都是蛮大的 台风它主要的云系虽然都还是在外海 但是台湾这边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主要的降雨在北部跟东北部 迎风面降雨就相当的明显 另外在中南部今天也会有一些间歇式的震雨 提醒大家天气上要特别注意 另外我们也对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台中跟南头山区发布好大雨特曝 其中新北市的山区有大好雨出现的可能 另外在桃园市的山区 宜兰县的山区以及新竹县的地区 也有好雨发生的可能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永远的英女王持续带您来看系列报导 英国女王辞世之后这两天从美国澳洲到纽西兰 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哀悼 而英国时间12号开始 女王林舅也将宜林回伦敦 公民众瞻仰 预计19号举行国葬 96响礼炮 这是纽西兰陆军第16野战团向女王致敬 在同属大英国协的澳洲 女王巨幅肖像投影在雪梨哥剧院外墙上 来到美国迈阿密 则有全球最高的电子英国国旗 飘扬在南佛罗里达的天际线 而就从12号开始 女王林舅也要展开 从苏格兰怡陵前往伦敦的最后旅程 去年4月 菲利普亲王的丧礼上负责运送灵鹫的 是他亲自参与设计的Land Rover越野车 至于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当天 则会以火炮车架运送灵鹫 在军队夹道护送下 从西敏宫前往西敏寺 从苏格兰到伦敦 漫长的伊临预计在街道两侧 都将簇拥人群 希望能见英女王的最后一面 TVCN 徐孟杰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白金汉宫外 民众自发性演唱英国国歌 天佑女王 女王版的国歌一唱就是70年以后 要改唱天佑国王 民众一时间要改 可能还不习惯 一整天与王室有关的地点 不断涌入前来献花的民众 在温莎城堡外 有民众泪流满面 不敢相信女王 真的已经离开人世 把好入业以后 伦敦街头又下起雨 马路上英国招牌黑色计程车 刻意整齐列队 也是专程来向女王致敬 英国女王其实是在命运巧妙安排下接班 当年因为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 不爱江山爱美人 突然放弃王位 父亲乔治六世意外接班 女王才化身第一王位接班人 由于乔治六世在位期间爆发二次大战 英丽莎白耳濡目染 感受到王室责任的重要 她早在21岁生日还是公主时期 就向全民承诺会毕生奉献国家 结果这一奉献就是70年 成为全球在位最久的君主 在位期间她总共历经15任的英国首相 也会见过高达14名的美国总统 她总共访美六次 1991年也曾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近几年则留在英国接待过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和川普的人 见到女王对外国领袖而言 也是一种光荣的象征 尽管王室无权干涉政治 但对英国人而言 女王就像是一个安定人心的存在 在公式上女王尽心尽力 但难免历经王室内的动荡 包含1997年戴妃过世 还有2020年初哈梅脱离王室 紧接着又有安德鲁王子卷入性情丑闻 但女王面对家丑秉持不抱怨不解释的原则 努力撑住王室尊严 似乎生怕儿女出包 女王年纪再大也没有宣布退位 到过世的前一天都还在上班 而如今长子查尔斯在担任70年的王虫后 总算升格为国王 未来他如何让君主制 持续在英国处于不败地位 成为重要挑战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英国女王离世之后 现在被认为会出现一波女王商机 因为像是英国及部分联邦国家 纸币、硬币、国歌、护照、邮票等等 全部都要更新 未来女王头将会消失 抽票上印着女王大大头像 这是伊丽莎白二世时代的英镑 不过随着新国王查尔斯三世即位 在君主制的英国 许多名声商品都要跟着改变 她的脸脸在看上去 从筷子到币、币、币、币 在1960年 她变成了第一位 美国皇帝国 要有照片 币的币 英国目前 流通印有女王肖像的钞票 总计约800亿英镑 如果要用新国王肖像的钞票取代 专家估计可能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 有很多不同的信仰 我们在生活中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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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 币、币 她在每个地方 她在每个地方 是一个悲惨的记忆 她是一个人 你认为她会一直在那里 残酷 残酷 还不再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主题邮票 吸引许多收藏家抢购 因为香港人喜欢收藏钞票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现在的组织的钞票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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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 都会被卖掉 随着女王过世 市面上印有女王头的硬币、纸币和邮票 收藏价值肯定跟着水涨船高 英国这波女王商机 可是才刚开始而已 TB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追踪第一线 要连线给北京特派记者向儒 因为在上礼拜 英国时间8号 英国女王辞世 那在微博有很多的网民哀悼 只是有网民也跳出来 帮中共的前领导人毛泽东 抱不停 因为同一天 也是毛泽东逝世46周年 但却没有什么人讨论 我们要请向儒 带我们掌握更多的讯息 在为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从过去到现在的各种问题 以及安倍当权时 对大陆的政策比较强硬 另外更有大陆民众认为 英国女王逝世当天 也是前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46周年 但网路上却有多数民众 在哀悼英国女王 因此提倡 作为中国人 毛泽东不该被忽略 更不应该被遗忘 另外英国女王在任内 曾经与多位中共的领导人会晤 这当中对于现任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印象明显不太好 他曾私下交谈间表示 习近平的团队没有礼貌 至于英国女王的继承人查理三世 对于中共的观感也不太好 他曾形容中共官员是可怕的老辣像 另外英国女王逝世 香港在英治时期货币上面 曾经印有英国女王的肖像 现在市面上印有女王头的硬币 纸币收藏价值飙涨 一块钱的纸币 因为发行量较少 它是1952年到1959年间发行的 已经从500块港币涨到了1000块港币 收藏价值最高的是1964年发行的 5分钱女王头硬币 由于十分稀有 现在炒到了2万块港币起跳 除了货币之外 邮票也具有同样的收藏价值 罕见的女王头邮票 已经超过了1万块港币 其中有一款是10块钱港币的邮票 估价达到了1万7千块港币 相当于6万7台币 不过提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很多人会想到她的科鸡犬 其实女王生前身边只剩下两只科鸡 而且还是她的次质安德鲁王子送的 现在女王过世也传出 安德鲁王子将收养女王身边留下的狗狗 当然也包含女王最爱的两只科鸡犬 大门一开一大群科鸡犬兴奋跑出来 包着花头巾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尤雅跟随在后 提起女王很多人会想到科鸡犬 女王离世后她的科鸡到底要由谁来养 已经答案揭晓 女王生前身边剩下两只科鸡 就是女王次子安德鲁送的礼物 其实除了科鸡以外 女王还养了由科鸡和妹妹 玛德丽特公主的蜡肠狗 交配生下的一只多鸡犬和一只可鸡犬 女王和科鸡的缘分早在18岁那年 收到第一只科鸡犬后就浓到化不开 不过照顾女王爱犬可不容易 前英国王室玉厨也受访分享自己 为皇家狗狗们备善的回忆 和女王科鸡有深刻回忆的 还有位远在波士尼亚的女孩 当时她画了一幅女王和科鸡的画寄去英国 事后还惊喜收到女王回信 她表示对女王去世感到伤心 也希望王室家族能代替女王 好好照顾狗狗们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英国女王离世继位的是查尔斯王子 成为了新国王 但她的人气其实远远不及她的儿子 威廉王子 不少英国人是非常期待威廉来接班 因此查尔斯上任之后 要如何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也是一大考验 威廉和哈利夫妇四个人终于走在一起 这也是威廉当上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后 首度和群众近距离接触 弯下腰确保每只手都有握到 一束束花也亲自接过 亲密形象又是少有丑闻的皇室乖宝 威廉高人气有目共睹 根据YouGov上半年调查 有六成六英国人对威廉观感是正面的 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妻子凯特 更是大幅赢过爸爸 也就是现任查尔斯国王24个百分点 就算现在威廉还是王储 已经有不少人期待他当上国王 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最近几年 英国王室支持度不断下跌 废除声让越来越大 四位年轻人就有三位对皇室美好感 连刚宣誓效忠国王的现任首相特拉斯 三十年前也大力主张废除王室 伊丽莎白二世过世后威廉距离国王大卫更进一步 但他或许得先帮父亲重振王室形象 好未接班不入 虽然人气没有儿子高 但英国新国王查理三世继位的第二天 就在白金汉宫接见英国国会议员 原本有议员担心他悲伤过度 没想到查尔斯反倒握拳说 请对他有信心 那现在也传出女王十九号的国葬 可能会以网路直播的方式来公开 这也是英国王室的创举 也能看得出查尔斯追求新风格 上任的第二天 查尔斯以异国之军的身份 在白金汉宫接见英国首相特拉斯 以及国会朝野的重要议员们 为了国家他得收起丧母之痛 议员本来还很担心查尔斯会悲伤过度 但是他反倒自信握拳一挥 脸上始终以笑容示人 甚至还跑去会场外跟众人画家常 开眼展现爽朗笑声 不识逗的旁人哈哈大笑 路透社还形容他幽默风趣 因为查尔斯心里很清楚 他不仅没有时间悲伤 还要尽可能展现温柔亲切 又坚实的王者风范 抚平英国上下失去女王的痛 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 小朋友对他很有信心 只是查尔斯已经73岁了 真能扛起古老的王权旌旗 让年轻时代心服口服吗 其实查尔斯还是王主时的 就很关注国家大事 甚至还成立基金会 为扭转气候变迁出一份力 现在传说女王国葬很可能是史上首次透过网路直播 让老百姓可以全程参与 查尔斯走在时代尖端 也让英国记者有更多的期待 摆脱母亲的巨大阴影 打造英国王室新气象 查尔斯能不能走出自己风格 全世界等着看 TV选中的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乌俄的最新战况 战事已经迈入到第200天了 乌克兰军队先前表示 秋季要展开闪电战 成果现在似乎渐渐出现 武装部队总司令表示 这个月已经收复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乌军总司令在脸书po文表示 军队不仅往哈尔科夫南部跟东部 也往北部挺进 距离乌俄的边境只有50公里 另外乌军在乌东盾内斯克州 跟卢干斯克州边界 正开辟一条打击俄军防御的新战线 卢干斯克州的州长甚至告诉CNN 俄军跟亲俄的分子都在逃跑 连罗马尼亚媒体都报道 盾内斯克的亲俄领袖普斯林已经逃亡 乌克兰外长也呼吁 盟邦要加强军援 帮助乌克兰在冬天时夺回更多领土 俄罗斯152厘米榴弹炮对准另一头的乌克兰防御 俄军不断尝试突破 乌克兰这边的哈尔科夫接连几天也遭受 俄军火箭炮袭击 甚至有一名民众在炮火中丧命 戰火吞噬民宅 这边灭了另一边又起 盾内斯克的波克罗夫斯克大半夜爆炸声响不停 吓坏所有居民 然而现在乌军也要还以颜色 全体乌军士兵唱完国歌之后 展开全面反攻 写着Z字的俄罗斯坦克弃至路边 乌军攻下铁路重镇酷皮杨斯克 北面战线捷报接连传来 北方城市巴拉克利亚的广场上 乌克兰的国旗再度升起飘扬 解放捷报回传影片多到乌军 都能够剪成疾警合集 泽伦斯基几个月前 说好要在秋季大反攻的誓言 现在似乎正在一一实现 QBH人帐报道 就在乌尔情势出现变化之际 法国总统马克宏跟俄罗斯总统普钦通话了 他们讨论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问题 普清要求马克宏施压 希望乌克兰军方立刻停止炮袭 扎波罗热核电厂也批评乌克兰军方 持续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平民 马克宏则是表示俄罗斯的占领 扎波罗热核电厂是导致核电厂 饱受风险的原因 呼吁俄罗斯将存放在核电厂的武器撤出 也强调未来几天之内 还会持续跟普清来对话 确保核电厂的安全 那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周日也表示 因为安全考量 所以最后一座还在运作的反应炉 已经停止将不载供电 持续要来关心追踪第一线 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投资金价格现在连叠了两个月 北京多家的黄金销售门店 金条销售也有所增长 详细的情形要请教北京特派向儒 中秋节期间大陆买黄金热 不止黄金首饰金条销售也有所成长 因为中秋节和国庆是传统的婚庆旺季 带动了婚庆黄金饰品的热卖 最近一周销量率增加了20% 例如北京各大百货公司的黄金商店 包括了周大福 六福 钻石世家等珠宝品牌的黄金首饰 一克的价格是1435块台币 比上周末大跌了31块台币 由于国际金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很多投资者想要捡便宜 因此购买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配置 并且还可以长期投资 因此销售有增长 其实黄金的价格从今年7月份开始 就一直震荡下跌 买家觉得黄金价格历经了短期下跌以后 长期还是看涨的 因此店铺最近包括了投资型的黄金 销量都增长了不少 接着来看美国这里 当地9月11号是911攻击事件21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前往了五角大厦 冒着大雨现花 并强调永远不会忘记 罹难者跟家属及历史带来的教训 我们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好除了在五角大厦有纪念活动 每年纽约的911国家纪念馆 也会举办大声朗诵离难者姓名 并敲钟的纪念仪式 而上周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生前也曾经到纽约为离难者献花 并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相关演说 那拜登特地在纪念活动上引用女王的演讲词 另外白宫方面也表示 拜登已经正式接受了英国的邀请 将跟第一夫人急而出席女王国葬 来送女王的最后一程 同样是美国的焦点话题 国会在上个月通过降低通膨的法案 将耗资3700亿美元来发展干净能源 因应气候变迁 除了太阳能以及锋利 专家现在把眼光望向了海上的动力能源 美国能源部大量投资了资金来打造试验场 要把波浪能转变成最不受季节影响的环保能源 海浪一波又一波拍打上岸 在新创业者眼中 这不只是大自然的景象 更是改变世界的新能源 估计如果美国利用波浪能发电 一年可以创造高达2.64兆千瓦小时的电量 相当于全国64%的发电量 美国能源部就在奥勒冈州的海岸边 投入上亿资金打造波浪能试验场Packwave 相对于风力还有太阳能发电 有天气还有季节限制 海浪是一年365天都不会中断的能量 但要克服前一秒风平浪静 下一秒狂风暴雨 剧烈变化的难题 虽然困难重重 但多家新创业者都投入研发 来自加州的Cellwave 就获得能源部750万的资金 准备在Packwave的试验场进行研究 号称要在试验场当中 打造赵瓦机的海浪发电系统 可以提供3000户家庭用电 不过目前由于大部分的装置都还在外海 最困难的就是把这些电力大规模的传输到陆地上 因此瑞典就有业者研发出 可以装设在海岸边的海浪发电装置 就能解决电力传输的成本问题 我们的技术最主要的就是 海浪发电装置 所有高质的转型工程 都在地上 就像一般的电力阻止 所以基本上 这就是很低的设计 工程和保持工程 这款发电系统可以安装在港口 码头或是防波堤 利用浮桶随着海浪上上下下 驱动易压马达进行发电 目前已经跟洛杉矶港签约 目标是要点亮1.5万户家庭 但专家担心 利用海浪发电的方式 虽然听起来很理想 但却可能敌不过现实的考验 欧洲海洋能源中心 其实早在2003年 就已经在苏格兰外海 进行多项的波浪能实验 但将近20年过去 却没有任何一家新创公司 能将这项技术商业化 不过目前 拜登政府积极投入大笔资金 发展干净能源 有望让波浪能科技更上一层楼 成为未来迈向精灵摊牌的 一种新选项 GVA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就要带您掌握 东南亚的最新动态 根据泰国世界新闻报道 对抗新冠疫情所启用的 泰国最大接种站 预计在9月底关闭 不过泰国目前 第三季加强增覆盖率 大约是45.9% 与卫生单位预期的60-70%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引起官方的担忧 另外观光一直是 泰国最大的经济产业 预计2022年 全年国际的游客数量 将超过1000万人 促进酒店业就业率增长75% 预期业者将雇佣新员工 迎接新的旅游旺季 接着来看到 疫情补助项目 各付一半第五期上路10天 创造全国121的消费金流 也推动了泰国的 行动支付功能热络 根据联合国农粮署的报告 全球将近有十分之一的人 是营养不良 相当有近7亿6800万人 是处于饥饿状态 泰国泰米商协会计划 要提升出国泰国稻米 来协助解决缺粮的问题 最后来关心菲律宾同样也发生 民众被骗到柬埔寨 非法打工的事件 目前已经营救回50名的非国民众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最新消息带您掌握 土耳其跟希腊因为岛屿争议 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土耳其总统上周再度暗示 不排除对希腊发动攻击 西大总理摩米佐塔基斯周日表示 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发表了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言论 但希腊政府仍然会尝试 与土耳其保持沟通 也愿意跟艾尔段展开会谈 但紧张局势显然一触即发 土耳其海岸防卫队周日指控 一艘货船在爱琴海国际水域当中 正准备靠近土耳其水域 却遭到希腊海巡队开枪 土耳其的海巡队也赶紧赶到现场 情势一度相当紧绷 由于希腊跟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 两国陷入紧张情势 也会影响到北约的内部团结 接着我们来看全球的气候剧烈动荡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受到了强烈风暴肆虐 美国佛州大宝礁破坏严重 逐渐丧失了保护海岸的消波功能 日本冲绳的海底珊瑚 也因为台风频繁的侵袭 造成大规模的断裂破损 加上海水暖化 现在珊瑚是大量白化 大西洋的预风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猛烈 美国佛州外海的珊瑚 它们不会呼救成为被遗忘的受灾户 这个全球第三大的宝礁生态 现在岌岌可危 我说现在的问题 是人费的价值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冲绳也是同样惨况 水下摄影师在台风过后潜入海底巡视 眼前的白色物体似曾相似 这个是什么呢 嗯 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个 桌上的珊瑚 在海中的珊瑚 就像这样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上 不够硬化 就死了 稻栽葱的珊瑚随处可见 还有珊瑚整片脱落断裂 另一边还有枝状珊瑚露出白色的底面 日本电视台用台风的爪痕来形容这般惨状 只是除了风暴 全球珊瑚当然还面临更大威胁 八重山群岛的海底 本来应该五颜六色的珊瑚礁 如今大多褪色一片惨白 原来在2016年到2017年短短一年之间 海温飙高让大量的珊瑚白化死亡 海底生态崩解变得死气沉沉 专家指的红彤彤的海温土悠心忡忡 本来虫黄藻跟珊瑚两者共生 珊瑚提供二氧化碳跟庇护所 虫黄藻透过光合作用分享能量 然而高温不仅让虫黄藻逃离 甚至被迫跟珊瑚抢夺养分 导致珊瑚大批灭绝 如今能挽回危机的也只有人类 日本记者走访九米岛的海洋研究所 这里富裕珊瑚多年有成 刚诞生的珊瑚幼虫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整个池子里的幼虫会慢慢吸附在可旋转的 激装板上才能顺利长大 小小的珊瑚是 藻类的 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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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卵自然结合 然而水質水温光照条件都必须严格管控 增加存活率 难度非常高 最后逐渐成型的珊瑚幼虫会也放到海底里 富裕人员在集中上写下希望的话语 因为珊瑚能否成长茁壮全看老天脸色 其实美国佛州的大宝礁富裕珊瑚也大有突破 國安卵說 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初的 再次生亡蜡蜡 用蜡蜡的技巧 難度高本了外界一度看衰 如今却是抵抗气候变迁的關鍵角色 因為鹿角珊瑚通常氣宜在保礁的上層 行成数百里寬的天然消波块 保衛海岸抵擋劇烈風浪的侵蚀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阻止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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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當珊瑚死去 真的就毫無作用了嗎 至少日本人不這麼想 沖繩有業者收集白化珊瑚 經過淡化鹽分跟離心脫水之後 乾燥成致密的珊瑚沙 因為富含礦物質 不僅能當過濾礦泉水的濾材 還能用作土壤改良劑 增加農產解決缺氧的問題 在對抗暖化的艱苦戰役裡 人類拯救珊瑚 珊瑚也能拯救人類 中共二十大下個月就要召開 但中國大陸首都北京的疫情持續升溫 出現了多座校園連環報的群聚感染情況 中國傳媒大學就有超過500名的師生跟員工 已經被強制集中隔離 北京疫情在新波動 就在開學後加上中秋假期人員流動 包括中國傳媒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化工大學多所學校爆發群聚感染 當中中國傳媒大學已經下令臨時封控 學生組不出宿舍超過500名師生工作人員必須強制隔離 進反經人員抵經後七天內不聚餐不聚會不前往人群密集場所開展三天兩檢 中共二十大只剩三十幾天就要召開北京疫情拉警報只能把管控再升級 所謂的反經三天兩檢指的是從外地到北京24小時內得先做一次PCR 間隔24小時並且在回北京72小時內完成第二次PCR 如果從被歸類高風險地區的人到北京還得配合居家隔離 北京市疾控中心再次倡導市民應就地過節減少跨市活動 在京單位也應履行防疫責任 職工假期返港前48小時內應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檢測陰性結果未出之前或有疑似症狀的暫緩返港 事實上除了北京為了中共二十大大陸多地也都還在執行封控措施 對此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發表最新看法 他認為一個城市如果迫不得已痊癒靜態管理 一定要速戰速決 靜默搞一個多月實在讓民眾難以接受 無論有多緊迫的理由 人們都會覺得自己的權利沒受到尊重 身心會受不了 雖然民怨不斷傳出 但外媒分析 短時間內大陸官方還是不會放下嚴格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 TVBS新聞交換文李明珍 綜合報導 回到國內同樣也是學校狀況 全國各級的學校在今天開始防疫新制上路 也就是以篩代格 所以只要班上有學生確診以後不需要再全班停課 其餘的學生只要快篩因還是可以繼續到校 有家長贊成 但也有人擔心再先快篩之亂 連假結束開工上課第一天 家長也迅速帶孩子進入校園 不過12號這天還有新制上路 不再一人確診 全班停課也就是以篩代格 有確診就在家裡 沒有確診 衰檢如果沒有問題就來 這樣比較好 學生學習比較好 就是給家長一個彈性 因為像如果說強制性停課三天 可能對一些雙性家庭的父母會蠻辛苦的 因為過去規定是一人確診全班停課三天 現在改為確診學生 期天居隔後無症狀可入校 其他同班學生或共處15分鐘的同學 快篩因以及無症狀可到校上課 目前備用的有4000多劑 所以在存貨量上面是夠用的 不過新制上路也有家長擔心 要受學生上課途中突然確診 到底是要繼續上課還是快篩完再上課 前班好學再做一次的快篩 確定安全的就可以留在班上上課 以繼續上課為原則 能夠做到說這個都是滴水不漏 這個部分是我們考驗的 教育部也統計從8月30號開學到9月11 全國高中以下學生確診數達5萬多人 其中又以國小生最多 另外疫情升溫有民眾想從國外採購快篩自用 現在已經取消100劑內免申報優惠 一律都要繳2000元規費 企業採購也取消讓業者抱怨 國外採購每季約為新台幣27到28元 現在改為國內每季100到150增加成本負擔 不過其實若以部分廠牌5G500元來說 同廠牌和國外相比價格沒比較貴 石耀鼠也說目前國內供貨足夠 情況不同5、6月暫時不考慮再開放 體育新聞 楊潔波 張慧仙 台報道 最新消息 路透獨家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法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在下個月要擴大 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出口限制 商務部會針對掌握半導體設備 關鍵技術的大廠要祭出新的限制 不過對此美國的商務部是拒絕回應 好 接著我們要來看到 受到中台梅花外圍環流的影響 新北市大暴溪昨天溪水暴漲 西扁烤肉的民眾也緊急撤離 但現在被暴負責邪情守護水域的 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 就是這個烤肉的主辦方 被批做出了最壞示範 但也有人幫忙換家 外頭下大雨 河水流得好急 但轉頭看怎麼還有人在旁邊烤肉 不趕快上岸 我們先上去先上去 人命比較重要 有沒有什麼東西 其他的就不要了 棚子椅子烤肉用具 全都順著河流往下跑 沒想到還是有人 跑下來想要拿東西 你們這樣子危險 不要了危險 什麼能比生命重要呢 棚子椅子在這滂沱大雨之下 沒一個留得住 上午11點多 西美市大暴溪 雲羊谷附近 有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 在附近註點介護 維護周遭水域安全 恰逢中秋連假的最後一天 大火烤肉還寝 先曉得烤得正開心 沒花颱風的外圍環流來攪局 雨滑啦滑啦 東西也跟著水流跑光光 只是明明也是協助救災的單位 應該知道遇到溪水暴漲有徵兆 如果水位有上升趨勢就要趕快撤離 若是混濁的泥沙沖起來就要更小心 結果大雨來襲 住店的棚子都飛了 他們人還在撿 誰的嗓 誰的碗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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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了嗎 大包席滾滾滑水往下流 警方與消防隊上午就在附近加強勸導 沒想到途中有著插曲 好在沒人受困 其實解除危機 但回頭看看這一瞬間 先上 先上 大水湯急都快站不穩 什麼都別拿了 人命最重要 齊圓無據選理姐 新聞報導 您有聽過離岸流嗎 它是海邊的一大風險 全美每一年都有一百人 喪生於這種海流 離岸流區域表面看似平靜無波 確實會把人往外海帶的隱形殺手 TVB的新聞合作夥伴 美國廣播公司FBC 也教你如何避免在離岸流逆水 安全保密 我和Huntington Beach Fire Department 在搜尋 在搜尋 什麼影響更多水救 離岸流 離岸流是到海邊吸水最大的安全威脅 全美每年約有一百人喪生於這種海流 從空拍機鏡頭捕捉 讓你看到海岸線的兩邊產生浪花 唯獨某一個區域 看似平靜 無風無浪 這就代表那裡有離岸流 也是把人往外海帶的隱形殺手 正因為離岸流很難明顯察覺 千萬別只依靠眼睛來判斷 部分海域可能沒有救生員在一旁待命 萬一遇上離岸流 該怎麼辦 美國這位女子和父親先前在海邊玩水 就差點在離岸流逆水 手腕上的自拍棒拍下驚險瞬間 儘管艾琳的爸爸是一名推移海軍陸戰隊員 也不敵離岸流的威力 或就上岸後 筋疲力盡倒在海灘上 相較於這對婦女 15歲的麥特就沒那麼幸運了 她和朋友一起游泳 不幸溺斃在密西根湖的離岸流 專家警告 即便再會游泳的人 都有可能溺水 典型的離岸流速度是每秒0.5公尺 快的可達每秒2.5公尺 遇難者大多是奮力往岸上游 最後體力不支 當海浪衝過頭頂 開始覺得筋疲力盡 就更難停留在水面上 專家建議首先要做的是翻身和漂浮 這會幫助你保持冷靜 因為溺水的第一階段就是恐慌 接下來沿著海岸線的方向 平行游向岸邊 直到感覺水流停止拉動 或是當你明顯脫離了棕色泡沫狀的水域 然後以固定角度游回岸邊 海邊處處有危險 救人千萬不要逞英雄 緊記溺水時不要慌張保持冷靜 離岸流只會把人帶離海岸 不會把人捲到海底 基本的水母漂就能自救 延長自己被救援的時間 就能提高獲救機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我是譚一輪 請持續鎖定 稍後focus世界新聞 請不斷操作人 請留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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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